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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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覺得展覽值多少分? 如果5分就要我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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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整個展覽的曲畫都很好 將後人身分了幾個範疇 可以跟隨它的足跡 我覺得展覽裡的現代元素吸引到我 它的遙河動畫動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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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特別 那展覽裡有沒有看到很深刻的東西? 我很羨慕姚教授 從小到大都有這麼大的圖書館 在天使樓道可以讀到各種藏書 有錢真的太好了 我覺得最深刻就是心經簡林 它為人低調淡薄 為簡林提字都不求虛名 那有沒有覺得跟教授的距離拉近了? 嗯... 都只是兩個世界的人 那你們深入研究一下 就藝術方面 你們研究成怎樣? 我找了很多書畫的特色 好像有自創的搖體 豪放的線條 那樣 例如金剛經 如夢幻泡影 其實就是那種佛家的思想 嗯... 血深入明德創作背景和風格 就要請教專家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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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想了解一下它的畫作 我們應該由哪一幅畫去入手呢? 你作為香港的學生 可能對自己更加多一份親切 就是研究他畫這個香港景色的畫作 可能會更加有趣 其中有一張就是2003年 他畫的一張叫做 魚中大魚 魚中的大魚山 魚中大魚山 魚中大魚山的特點 因為它是2003年 即是說它的創作已經進入到一個很成熟的階段 所以也具有代表性的 提示是做之前寫落的 而2003年畫的畫 就是用了之前提榮的詩 就放在上高 所以呢 這個也是它一個特點來的 因為它很多時候 就算不是在香港也好 去其他地方 它自己都沒有什麼寫入記的習慣 但是很多時候去到這些地方 它都會作詞 作詞 去記錄當時那種風光 又或者當時那種的感受 因為這張畫 其實它是一種所謂撥墨的方法為主 即是它是大筆大筆地去畫出來 而它是落大魚 那些瀑布不斷湧下來 所以是很濕的 所以它用撥墨是很適合的 因為用撥墨正正能夠表達那種落大魚的情況 它用撥墨的方法 留意一下 撥墨以外的地方 就是有很多樹的幹 出現的樹的枝幹 或者那些屋 是有些線條的 那些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只能撥墨 整張畫就像墨珠 不妨搜集那些作品 和大魚山有關的作品 搜集完之後 那你們不妨去大魚山走 看看你們可不可以找到那個景 教授寄了一張任務卡給我們 推薦我們親自去大魚山 那我們現在就走上山吧 好 我們跟著它的足跡 來吧 好 出發 好熱好浪好辛苦 還有很多蟲 這裡 對 而且它那時候是下雨 都不明白為什麼它可以這麼享受 走這個山的時候 對 我們沒有了平常心 終於走到上來了 YA 走了這麼久 有什麼感受 還有過程當然很熱很辛苦 不過無論天氣如何 大魚山一景一樹一木 都令到我覺得很放鬆 很美 其實那時候教授上山的時候 都是很陽光的 誰知道下大雨 不過他都明白有時候 有些東西在所難免 反而在裡面又找到另一番的樂趣 我覺得都是一份豁達的心 但我還是不明白 為什麼教授經歷了這麼素性的事 都可以用平常心去面對 因為萬古不磨二中留自在心 我想起了 教授的針言是享受煩惱 所以當我們受到事物的纏繞 的時候 應該將一切都視到過眼雲煙 這樣心有自然不受基本 可以做到真正的豁達甜言 嗯哼 在困境裡自我開解 其實都可以發現到大魚山 這麼漂亮的一面 嗯 那不如我們走吧 好啊 不如我們用一種形式去呈現 去呈現大魚山之後的體會 嗯好啊 那致力蘊養中國文化 體驗是怎樣的 這種傳統民間禮食我覺得很好啊 挺好啊 好啊 那我們去買材料吧 嗯 嘩 這些是什麼來的 這個是首會的姚忠儀和她的友人 我們想展示當時遊覽大魚山的經歷 而這片就是模擬大魚山的景象 整個計劃已經到了尾聲 回想最初是透過博物館展覽 去了解到姚公 看到她廣泛的作品和人生經歷 那時似乎只是一知半解 她是她 我是我 兩個世界互不相干 當我們迫不及待想知道更加多 又請到姚公的弟子和我們分享 不單在學術上得到更加精準的見解 還由她學生的角度重新認識姚公 一個對藝術專注投入 對後背和海可親有赤子之心的人 她為了找到一個新方法去畫這個可敬 而感到興奮 好像一個小朋友一樣 而不變的是她對這份作品的甜言和動忍 跟著她的作品才能了解到姚公的人生觀 是這麼深厚的 正所謂 萬古不磨意 中流自在心 令人明白到人生信譽 世事變化很平常 要學到自在地處在流水之中 有這種震撼的感受 少不免就要跟隨她的足跡 當我們走上大魚山的時候 是真正感受到她的略想法 體會到她那種 豁達淡薄的人生觀 慢慢我們能夠嘗試將她的經歷化為皮影器 讓我們與姚公同步遊走 所謂兩個年代兩個世界事實上不分離我 正如副教授所說 沒有近或遠的距離 只有年輕人願不願意認識中國文化與姚公同步 在各國文化環流的現代中 走進中國藝術文化而心鑽然 你會發現很多事物都只是一步之遙 作詞文化而不斷 作詞文化而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